豆芽,我终于打败所有的僵尸通关了 真棒,这些豌豆瘦手可真厉害 不过,他们花费的阳光也太多了 不论在游戏里,还是现实生活中 所有的绿色植物想要生长都需要阳光的哺育 太阳给大地温暖和光明 没有太阳,地球上就不会有任何生命 我们先来收集表示太阳的日字吧 神奇的汉字 日,日出的日 日的本意是太阳 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火球 有一百三十万个地球那么大 太阳有八个孩子 地球是太阳的第三个孩子 他们共同构成的家庭叫做太阳系 古人观察到太阳是圆形的 所以换一个圆来表示太阳 为了避免跟别的圆形物体混淆 就在中间加一个点表示区别 这就是日字最原始的写法 后来,人们发现在牵引的硅甲上 刻画圆形很困难 所以日字逐渐演化成方形 而中间的点也为了被凸显而变成了横 关于这个简单的日子 还有好多有趣的传说故事 比如,夸父逐日 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巨人族 族里个个都是身材高大 力大无穷的巨人 他们温和善良 一直为创造美好的生活而勤奋努力 北方天气寒冷 冬季漫长 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 而地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 又从西边落下去了 要是能把太阳追回来 让它一直高悬在天空 不断地给大地光和热 那该多好啊 你是我们族里最强壮的勇士 以后我们就叫你夸父 就请你日夜兼程 为大家追逐太阳吧 于是夸父跨出大步 风驰垫撤板朝西方追去 转眼就是几千几万里 它一直追到雨谷 也就是太阳落山的地方 我已经连续奔跑了多日 口好渴 我要找些水喝 前面就是黄河了 可以去那里喝水 谢谢 在哪里还可以找到水呢 再往前走就到渭河了 那里有水 谢谢 还是好渴 我再到北方 去喝大胡的水吧 可是夸父还没赶到大胡 就半路渴死了 夸父抛弃了他的手杖 他的手杖画成了桃林 这片桃林中年茂盛 被往来的人们遮阴 结出的桃子为勤劳的人们解渴 夸父逐日 这个古老的传说 最早记载在《山海经》中 虽然夸父失败了 但他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却一直被传为佳话 激励着人们为实现目标而努力 豆芽 今天讲的日子 你学会了吗 接下来就要考核了 没问题 小豆芽大力量 包在我身上 日子的本意是什么 日子就是指太阳 每天都会高高升起 带给大地温暖和光明的太阳 刚刚故事里的老人说 日夜兼程 这里的日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想想 日夜 一定是指白天 豆芽你真聪明 最后一个问题了 故事里夸父一连奔跑多日 是说夸父一口气奔跑了 知道 好多天 没错 日还表示一天的时间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就是说 方芳一天看不到豆芽你 就像过了好久好久 太棒了 日子烧鸡成功了 我都在一起 顿豆芽你 an不客气人 一家 不客气人 有 不客气人 有